美国贸易部长戴琪 中国稀土加工垄断全球 可随时关停美国前沿科技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的这个贸易部长戴琪啊 最近呢 接受CNBC电视台的专访是这么说的 中国稀土主导地位使美国供应链脆弱 他呢终于承认了这个事实 你说你美国还接着撇憋吗 还接着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吗 先撇的搞不好是你自己 如果你不小心点的话 我之前就说过 中国在稀土产业方面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为什么 因为有全产业链 包括近百分之百的专利和人才 美国现在想挑战这个 他做梦 就是这么简单 前些日子被炒起来的啊 炒得很厉害的蒙古稀土 说呢美国要用蒙古稀土了 然后从俄罗斯转运行不行 对不起 就是开采出来了 那仅仅也是土 还是需要在未来的某个阶段 弄到中国来加工成衍生品 别忘了土呢是不能用的 中国现在是稀土衍生品出口大国 应该是绝对垄断地位 同时呢也是稀土原料的进口大国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土都得运到中国来加工变成衍生品才能被应用 因为其他这些国家没有技术 中国在这方面全方位垄断 没有中国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生产 所以美国这个贸易代表今天这个话呢 他算是说对了 他说到了美国的要害 稀土这个东西呢 根本就不是钢铁 有些人认为呢 稀土这个东西 大家一搞十几年就搞出来了 不是的 稀土这个东西不是钢铁 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2022年6月 他搞了一个对华关系报告的讲话上 他说呢 他说呢 美国及其盟友啊 有这么个计划 15到20年之间把这个钢铁产量呢 达到中国的一半 那这个呢 我们算一下啊 现在中国的钢铁产量是多少 每年10.5亿吨 那北约加上日韩呢 就是美国带领的北约 加上日本和韩国呢 包括澳大利亚这些都加起来呢 大概是3.5亿吨左右 15到20年达到5亿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因为啊钢铁这个技术呢 这些国家都有 他们都有钢铁技术 只是逐步的扩大就可以了 稀土可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和他这些盟友啊 在稀土加工方面 没有技术 没有人才 所以呢 布林肯不敢说15到20年 哪怕呢达到中国地盘 他根本达不到 外交政策杂志之前呢 两周前有这么一篇文章 说呢 哪怕日本现在呢 在某个稀土元素方面进行努力 五年之内只能把中国的加工占比 就是提炼占比啊 从96%呢降到92% 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元素 而且仅仅是提炼加工 如果你把它变成衍生品磁铁 那依旧的依赖中国 啥意思 现在呢西方国家如果接着努力的话 五到十年呢 应该有稀土提炼的技术 但是你有了提炼的技术呢 仅仅是呢 能把中国呢蹭起来一点 比如说95%到85% 这么一个水平 然后呢 你还把这些生产的东西 不计成本的 全都运到中国来 让中国给你变成衍生品 也就是说啥呢 中国现在绝对垄断地位 西方想撼动的 别想门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美国能不能直接缩哈呀 什么叫直接缩哈 不承认专利 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呢 也得需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而且呢 你这个不承认专利 你行 可以 到时候中国也不承认美国的专利 美国在专利上呢 有存量优势 中国在专利上呢 有增量优势 也就是说呢 未来呢 如果美国不承认专利 它是有这个想法不承认的 但是你不承认专利 最后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生产力 你西方现在的生产力行不行 美国现在的国 美国现在生产力是什么样 中国现在生产力是什么样 中国的工业体系 中国的工业产能 现在是美国的两倍 应该是G7的总和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个 你拼生产力 你根本拼不过 你拼不过 到头来你怎么办 你成本你上不去 你成本这个东西 你就这样 到头来你怎么整 对吧 所以你不承认专利是得不偿失的 现在的情况呢 咱做一个比较啊 比如呢 中国呢好歹在光刻机上 能弄到28纳米 生产方面呢 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的 大概5到6代 人家都能生产2纳米3纳米了 中国这边才能生产到28纳米吗 28纳米呢 然后再往下14纳米 应该用这个28纳米光刻机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但是多次曝光的需要技术吗 这个东西呢 还得拼着什么 拼这个良率 也就是说呢 落后人家5到6代 这个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现在你技术就在这 当然了有人说这个东西可以走一个极限 比如说把稀土啊 把这稀有金属全给断了 我说的是没断的情况下 如果断了的话 那么中国绝对领先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啥都生产不出来 就这么简单 美国现在在稀土加工方面呢 对比中国在芯片制造呢 那美国几乎就是从零开始 白手起家 就是这么惨 今天他这个贸易代表算是说对了 所以呢 在这个G20的商务对话上 戴琪的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 他说的是实话 他说的是实情 他还说呢 中国在稀土方面的统治地位 如果就等于啥呢 就等于呢 握住了前沿科技的这个水龙头啊 就中国在这个稀土方面统治地位呢 就等于说握住了前沿科技的水龙头 想开 哎他就开了 这水就出来了 如果不想开 给你一关 咔一下给你给给给给你卡住 这个不是卡脖子了 这个直接了当关停啊 就算简单 说开就开 说关就关 这就是中国在稀土方面的垄断地位 这个对美国的产业链啊 那是巨大的风险 你不是想不脱钩去风险吗 现在呢 你是你要脱钩了 你就彻底的关停了 你要去风险 你还去不了 所以呢 美国现在就没办法 对吧 所以现在这事呢 就破案了 为什么破案了呢 这叫什么 这叫石化龙卷风 起不到任何作用 然后呢 还暴露了美国的虚弱 这个不是吓唬自己 也是吓唬自己的 最后呢 美国那吓得呢 就开始嘚瑟了 就这么一回事 然后中国这边呢 我就仿佛听到了 首长请下命令吧 然后朝鲜这边 首长南下 南下 就这个 首长请下命令吧 为什么我听到了这个 啥意思啊 解放战争的第五次大战役要开始了 那什么叫解放战争的第五次大战役啊 因为解放战争呢 之前有四大战役 首先呢 是辽沈战役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淮海战役 第三个是平津战役 第四个是渡江战役 现在马上要台海战役 这就是第五大战役 马上要打响了 之前那四大战役都是七十七十多年前打的 现在呢 这是哎 马上要打响了 这个东西 你美国敢制裁吗 你美国敢不敢制裁 你美国制裁 到时候你前言科技 我水龙给你一关 你怎么办 对吧 这个其实 其实戴琪根本就不需要说这个话 你说这个话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你把美国的虚弱暴露出来了 这个话根本不需要说 其实这东西还真不如说你成前唱出来中国呢 说中国经济崩溃了 中国经济完蛋了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不止不信任他们的政府了 你还不如说这个呢 为什么呢 你说这个最起码你能迷惑一些人 你现在说什么 中国在稀土方面的垄断地位 可以彻底拿捏掐死美国的前言科技 像水龙头一样 想关就关 想开就开 那你这不是说着美国的虚弱吗 所有的战略学者现在都知道 你美国在这方面啥也不是 而且呢 你这些东西 你想十年二十年搞出来 你也搞不出来 大家不都知道这些东西了吗 你说这话干什么 你这是啊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呢 这不是啊 咱回到文章啊 戴琪还接着说 说稀土呢 是未来科技 比如电动车呀 这些东西的关键产品 然后几十年来呢 中国已经建立了 金属加工的能力 使其在关键的全球市场上 拥有定价权 其实还不是定价权 从战略的角度呢 可以拿捏美国的前言科技 然后呢 就有了什么产业链脆弱 水龙头开关 这烂八道事 然后他也说 美国曾经想过 在稀土加工领域呢 跟中国拼一次 结果呢 中国啊 一点涨价 然后美国就开始投资 投资了之后 美国马上 中国马上降价 用价格战 一下子美国这些投资呢 就全都撇了 就全都破产了 这个东西呢 美国就没有办法了 一个产业都没有了 其实他还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美国在稀土 产业加工领域 在世界上是占据主动 和这个统治地位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八十年代之前 美国在稀土领域呢 那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加工大国 现在呢 变成了中国 现在变成了中国 然后呢 跟中国打价格战 还打不过 所以美国现在呢 啥也没有 这是他要说的 但是他为什么说这话 他为什么说这话 这是值得思考的 这是今天咱们有分析的 他为什么要说这话 言外之意 就是放证型的 粗放型的资本主义 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 有些人呢 反对产业政策 有些人说呢 应该比如说农业 粮食全面开放 之前的毛一世 不经常说这事吗 然后呢 说不应该搞产业政策 张维迎不经常说这事吗 现在狠狠的打脸 怎么回事 就是戴琪 美国的贸易代表 直接说放任性的资本主义 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 这就是言外之意 你现在不搞产业政策 你不搞政府的扶持 你光靠市场 最后的市场是什么 最后市场拒绝了 美国的稀土加工 拒绝了美国的稀土加工 然后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 中国博弈呢 肯定要败下阵来 那这个是事实啊 这个它符合美国的利益呢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 你说戴琪这个想法 他从哪儿学的 大概率是拜登教给他的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搞这个新自由主义 最后伤害的是自己 但是你说从哪儿说理尔去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了 中国为什么 能取得稀土的加工的统治地位 中国哪来的这些东西 首先自身的努力很重要 你们有自身的努力 你啥也不是 你有自身的努力 你很重要 然后呢 外界的帮助 外界的帮助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里根时期 和里根以后 所有的美国总统 搞什么呢 减税 产业转移 去工业化 然后呢 搞那个历史终结论 什么叫历史终结论 美国可以统治全世界了 所以把美国把这些什么污染的 这些乱七八糟事 全转移到国外 就这个 就这个 那历史终结了吗 最后历史把美国给终结了 是不是 美国最后终结了 美国霸权灭了 是不是 美国 美国的势最后终结了 有人说里根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他把苏联给废了 其实他没把苏联给废了 是苏联自己作死 戈尔巴乔夫搞了个新思维 搞了个政务开放 结果把自己给给灭了 我不说吗 80年代的时候 两个伟大的领导人 一个是里根减税 废了美国的工业 另外一个是苏联 这个戈尔巴乔夫 搞新思维 搞开放 公开 废了苏联 美国的工业没了 苏联自己嘎巴上了 最后谁受益 大家去猜 底下可以留言谁受益 反正这块呢 咱就不说了 对吧 有人说里根呢 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他呢赢了苏联 他让美国转危为安 其实不是的 里根是什么 是千古罪人 为什么说里根是千古罪人 就是他搞这个新自由主义 你看看 把美国现在整成什么样 美国现在要工业没工业 要生产没生产 要前沿科技没前沿科技 要什么没什么 我跟你说 美国现在即便是搞出了前沿科技 中国这水龙它一关 它就啥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这是 这怎么搞的 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 这是 这个关乎到国家的命运 这些东西难道一点都不顾吗 还历史终结 还中国崩溃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里根 然后呢 美国对气候变化的错误理解和政策 什么叫对气候变化的错误理解和政策 气候变化正确理解和政策是什么 对前沿科技的投入 对前沿科技的投入 对产业的转型 它需要产业政策 需要政府主导 但是美国怎么办啊 美国搞了一大堆环境政策 搞了一大堆环境政策 限制自己帮助美国去工业化 这就是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错误理解和政策吗 应该是什么迎接气候变化 迎接这个大变局 怎么着 我们搞自己的工业化 我们进行工业转型 然后我们要主导下一代的科技话语权 但是实际上怎么回事 实际上说我们要限制自己 我们要保护环境 我们用这些政策来限制自己 当你试图限制自己 同时限制别人的时候 你限制小国是可以的 你限制那些有原子弹的国家 你怎么能限制得了呢 这是事实啊 这是国际政治啊 美国不在非得要限制自己 然后搞这些环境政策 搞这些环境政策 最后美国怎么着了 去工业化了吗 本来减税就可以去工业化 然后现在环境政策又去工业化了 那我们这里边问一个问题了 美国人到底是不是人 美国人到底是不是人 美国人的命也是命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搞的 所以呢 你看看 这里边有人问了 说戴琪说这个话 是不是美国要搞产业政策 美国想搞美国想搞但搞不了了 所以在这发牢骚 然后呢 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的虚弱 使得战略学者们看到了美国的虚弱 这就是事实 然后他还说 就在美国放弃这些产业的时候 中国支持了这些关键的产业 才有了今天 他说的这个话是大实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给大家呢 说一个场景 昨天 大家要知道 空气污染 是不是 我们搞这些产业 什么意思 昨天生活在穷顶之下的我们 用技术 用创新 换来了明天的晴天白云 这就是啥 这就是牺牲 为什么 你要要 你要要你的产业 有些必要的牺牲是必须的 比如说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父辈 昨天的三线建设 换来了今天的大工业化 是不是 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 如果没有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 能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吗 你看我们的祖辈 出生入死 战场上拼杀 一把炒面 一把血 换来了工业化和两弹一星的机会 每一代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 才有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的诉求 比如说我们孩子的权利 女性的权利 告诉大家 没有生产力的提升 没有大工业化 没有大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改变 你哪来女性的权利 你这不是矫情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牺牲 每一代人都为了下一代人的努力 才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所以美国这个贸易代表 他说对了 他说对了 但是美国呢 美国恰恰就放弃了 但是呢 美国放弃了我孩子这句话 如果没有我们自身的努力 也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呢 你不是想不脱钩去风险吗 快点去风险 看你在全产业链上能不能去风险 在这个稀土的全产业链面前 中国的全产业链 你就去风险吧 你试试 祝他好运 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首长请下命令吧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请定议一下 谢谢大家